好 观众 马英九在忙什么呢 忙着拿人民的纳税钱来替他服血吗 从梦想家民进党所指控的资料当中 被认为只是一个冰山的一角 但是更危险的恐怕还在后头 这是陈文倩今天在苹果日报 他所写的 当领导者犹豫不决 他说最近这个最耸动的组头的新闻 几乎占据了所有的篇幅 法院何其无辜 百姓何其无辜 因为就在组头争论期间 全欧最强的经济体德国公债 11月22号正式宣告三分之一流标 德国公债发售只达疫情目标的三分之二 投资人虽然知道德国经济没什么大问题 但仍然担忧 担忧的是欧元区所有的国家 终将集体被重债给拖垮 台湾怎么办呢 我们看到整个全球的经济风暴之下 这是过去这一周 台股几乎大跌191点 42点 193点 只有在星期四微幅上扬 到了星期五收盘时依然是下跌 一周跌了449点 外资卖卖卖卖 总计卖超了379亿 外资依然在卖 但是呢 我们看到 全台湾奢侈税在整个开征之后呢 全台的空污率这么高 156万户 我们看到包括助展杂志告诉我们说 在过去这段时间 台湾的防疫的交 房市交易量量是缩了 可是价格依然是停在那个地方 换句话说价格是没有掉下来的 我们总统包括执政团队在做什么呢 我刚刚秀出这个 马总统在10月份 10月14号 接受TVBS李涛专访时特别提到 随时向宋请义 对宋的参选是个人 那么个人跟政党都给予尊重 可是马总统忙着什么 他说一套做一套吗 中国时报说 林瑞雄未放进美籍 恐怕不能够选 包括吃湖南菜 瞧人士 这就是马总统说一套做一套吗 真正的经济问题 通通完全不管了吗 来 郑政大哥怎么看 我刚刚已经讲了 马总统口口声声说 国民党非常的尊重宋 就是非正常的尊重 表面上用嘴巴说尊重 底下暗潮汹涌 派出打手来打压 派出他的政党的代言人 某党的一个党主席 来对我们施加很多很多的批判 谩谩 刚刚亮出来的那些报道 有一半是那个他的打手所制造的 拜托 现在选举已经三足鼎立 三个候选人都出来了 大家回到正常面 循着正当的方法来诉求选民 哪一个才是我们最喜欢的 国家的需要 人民的需要 这样子来投下这一票 千万不要再制造乌贼战 来 郑长兄 现在所有人都很紧张 到底2012这个选举会怎么样 可是呢 我们现在政府是在度选举假期 所以现在其实很多的问题 包括欧赞的问题 其实是没有 无限价 有多少人也不知道 对 很多的事情 很多的统计 很多的宣布 其实你看这个政府 交头烂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